进入到了我们阿勒泰地区 进入到福海县的境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到处都是绿洲 一片庄稼地 向日奎地 绿意盎然的 云朵是从哪来的 我是刚好从四川过来 下午的四点左右的时候 到的我们阿勒泰 嗯 哇 阿勒泰呢 到了机场以后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就到了 其实很近的 嗯 交通也很方便 然后到了这边也觉得不屈此行是吧 对 一到以后呢 主要是满地的 一望无际的那个向日奎 太漂亮了 哇 感觉太美了 所以说这次来到我们福海的话 有机会我要你多去看一看 走一走 拍一些美照 好好打卡一番 必须的 咱们这全鱼宴 已经这么一大桌子了 这些鱼都是我们福海产的吗 哎 云朵你认识哪几个鱼 我还真不认识 但是我身边有一位 认识这些所有鱼的老师 哦 这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 原浆水产技术专家 景盛天老师 在福海 吃鱼是特别有讲究的 像这个是红烧鲤鱼 这个是狗鱼炖豆腐 狗鱼 对 它是白板狗鱼 特有的一个本地土著鱼种 这个是河炉 这也叫五道黑 五道黑 还有清蒸缩炉 还有一种那个吃饶公鱼 听景老师说完了之后 感觉这个瞬间变成了爆菜名的环节了 说了这么多的鱼 这些所有的鱼都是从我们这个福海当地产出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鱼呢 因为咱们这有一个乌龙谷湖啊 它这些水源是从二泰山雪水流下来 形成的一个湖泊 说这个乌龙谷湖也是我们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啊 所以从这里产出的鱼肉质鲜美 这种开湖鱼的盛宴 也预示着新的一年能有更好的丰收 有很多美好的祝福和向往 所以你看这乌龙谷湖啊 有这么多的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掘 有那么多的美景等着我们欣赏 我听说云朵和肉资 是不是已经提前去感受了一下了 我们去捕鱼了就在湖上 捕鱼的确很辛苦 但是呢很幸福的感觉 有一种自己丰收了的感受和喜悦 云朵到了乌龙谷湖有什么感受 在我们的浮海 能看见远处的这个天空的蓝和一朵一朵的白云 以及我们边上的湖边上的亚旦地貌 以及湖的对面就有点像天边 能够看见希望的感觉 然后清澈的活 欧鸟成群结队的一直在飞来飞去的 又特别凉快 虽然太阳照的就是会感觉有点刺眼 但是那个感觉是空气飘在我们身上 闻到的那感觉都是很清爽的状态 就有一种那种山海乌鸦 但是人在其中就好像在画中游的感觉 对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感慨 就是我觉得人一定我们的就是每一个人 在工作的闲暇之余 一定要走进大自然这样的大自然里 能够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自然给我们的能量 哎呀我听完了二位的讲解之后 我觉得真的用语言很难描绘得出乌伦谷湖究竟有多美 都说这语言的尽头啊就是音乐诞生的地方 要不然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跟随着二位的脚步 去到乌伦谷湖来感受一下 也感受一下在乌伦谷湖给我们带来的最美丽的音乐 一起来看 怎么样肉贼老师 我一直在这等着 你今天去了一下湖面尝试了一下 对尝试了一下捕捞鱼 的确挺辛苦的 但是挺高兴的 这是难忘的体验 很好